快到了 我一定要撐住 這裡好冷啊 我們已經到了嗎 兄弟們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人間地獄了 這座島並不是我們看下去那麼簡單 它是有一間叫做Forge Lab的公司 親手打造出來的殭屍島 你們可別看早上的時候什麼都沒有 只要我們的時間一踏入晚上 這裡的氣氛將會徹底的改變 森林除了會不滿迷霧以外 在每一個角落都可能會隱藏著殭屍 最可怕的是這些殭屍並不會受到任何陽光的影響 反之每隔10天殭屍病毒都會再次變異 所有的殭屍將會變得更快更強 只要殭屍變異到一定的程度 他們就會開始破壞方塊 並想盡辦法去殺掉我們 所以難度非常的高 對了兄弟們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很希望你可以先拉下去幫我點個讚 因為這個系列真的花了很多的心血製造出來給大家看 也希望你們點個訂閱 同時打開你的小鈴鐺 這樣子你就不會錯過每一集的生存內容了 接下來我將會挑戰在這個島上 生存超過100天 如果我成功的話 我將會挑戰更多更多的天數 那麼到底在接下來我能不能成功呢 請大家一起見證下去吧 來到島上第一件事情 我就先去挖了一點木材 因為有了木材 我們才可以製造更多的求生工具出來 後來我用木材弄了一個工作台 然後透過工作台 我製造了一把木鎬 也製造了一把斧頭 由於我感覺到太陽快下山了 我就找了一座小山 挖了一個洞穴 作為我們今晚的零食住所 慶幸的是 我們剛剛所挖到的石頭 足夠我們弄一個熔爐出來 當然也少不了我們的防身武器 此時此刻我的肚子感覺到非常的餓了 還好呢在我們的附近就有一堆綿羊 把他們引上山坡以後 我就一隻一隻的把它殺掉 萬萬沒有想到的就是 在這個島上的綿羊非常具有攻擊性 而且他們是群體活動的 有幾下我差點沒在打下山坡你們知道嗎 收割完這些羊肉以後 我們已經踏入晚上了 有沒有看到附近的氣氛變成非常的恐怖 於是我就趕快跑回我的山洞 把出入口給封起來 正當我準備烤羊肉的時候 我終於聽到附近傳來殭屍的聲音了 哇那聲音越來越大聲了你們有沒有聽到 我現在感覺到很害怕兄弟們 我的聲音都在發抖了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現在這種感覺就好像他們隨時會衝進來一樣 你們知道嗎 當晚的凌晨 由於殭屍的聲音實在是太大聲了 我根本沒辦法好好入睡 於是我就一直往下挖 為我自己建立另外一條逃生路線 後來我找到了一些煤炭 然後我就把它製造成火把 我們的世界終於光亮了一點了 第二天早上你們可以看到這些殭屍還在我附近徘徊 所以我只好從我昨天挖的地道逃生 出去外面以後 我看到了一隻黑熊 他好像在尋找什麼獵物一樣 不懂他會不會主動過來攻擊我呢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欸欸欸 快點棒 後來我剛好經過一個地下的洞穴 我就順便下去下面挖點煤炭 同時也剛好找到一些鐵礦石 在我專心挖礦的時候 我後面突然出現了一隻殭屍 真的嚇死我了 沒有想到時間過得很快 當我看上天空的時候已經到晚上了 所以今晚我只好又在礦洞裡面度過了 不過在裡面我並沒有浪費時間 我利用我挖到鐵礦石製造了一些鐵錠 然後我弄了一個盾牌還有一把鐵劍 相信在未來的幾天我們都可以更好的保護自己了 第三天的陽光真的很溫暖 我就打算今天要為自己建一個臨時的小屋 因為我真的不想再租山洞了 剛好在路途中我看到有一些豬 我就打算今晚做一點燒豬肉 你們可別看他們長得傻乎乎的 他們可是一群懂得走位 又會群毫的豬 經過一輪大戰以後 我的晚餐終於有著落了 過後我就找了一個位置 開始建立我們的小屋 直到晚上的時候 我終於把我的小屋給建好了 然後在我休息之前 我圍繞著我屋內的草地 挖了一個大坑 因為我知道明天早上我一起來 外面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殭屍 你們聽一下我附近的聲音 就會知道了 今天我們終於要來點刺激的東西了 哇這邊也太多殭屍了吧 你們看一下 他們一個一個跌下來了 我必須要把他們所有人都引下來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安全離開啊 我已經數不清楚這裡有多少隻了 起碼有差不多十幾二十隻在下面等我 等殭屍都跌下去那個坑以後 我就從我的天花板挖了一個洞逃走 整個過程還算蠻順利的 走了一小段路以後 我竟然發現了一個岩漿池 我拿出我昨晚製造的鐵桶 裝了一整桶的岩漿 然後我就回去幫那群殭屍洗個岩漿浴 你們如果能親身看到那個場景 一定會覺得更加的療癒 後面這裡其實我以為有點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這些殭屍竟然從岩漿浴爬了上來 如果以後病毒變種以後 他們豈不是更強 所以在接下來日子 我必須要找好自己一個藏身地 走著走著我還看到一些蘋果樹 那些蘋果看起來香甜可口 所以我就把它打下來 可能是因為末勒的關係 這可能是我吃過最好吃的蘋果了 在接下來幾天 我到處去尋找我的藏身地 我也一直訓練自己的戰鬥技巧 我一定要變得更強 我才能在這個世界生存下來 在沒有地方住的時候 我就在叢林的大樹上露營 可能因為比較高的關係 晚上我就沒有聞到濕臭味 甚至還能睡個好覺 我也是過在雪山上面睡覺 在這幾天被一大群殭屍追逐 又或者是被一大群綿羊圍偶 你們有話好好說 不要動不動就動我會 都已經是習以為常了 在肚子餓的時候 我就去找火雞單挑 來 啊 火雞是不是 火雞過來跟我打過 來 來 今晚烤火雞肉絲 哇哇哇哇 會走位了會走位了 其實也不算單挑 應該可以說成是一打十 就在第八天 我終於遇到村莊了 兄弟們 你們知道嗎 我看到那個村莊的心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興奮 去到村莊以後 我能看到有些村民在種植 有些則是在忙自己的東西 很神奇的是 我在村裡面 竟然發現了一個天然洞穴 但是我暫時並沒有想下去 淚落之前我砍了一些木材 也製造了一點火把 因為我打算把村莊布置的光亮一些 後來因為太累了 我就去睡覺了 昨天早上 我被村民的尖叫聲吵醒了 出去一看 我竟然看到一大群的殭屍 入侵了我們的村莊 過後 當我跟村裡面的守衛 一起消滅這些殭屍的時候 他很不幸的 被殭屍咬死了 懷著沉重的心情 我繼續跟殭屍戰鬥下去 最終 我用岩漿 把他們給擊退了 從今天開始 殭屍病毒就會開始變異 也就是說 殭屍會變得更快更強 經過昨天遇到的災難 我意識到防守的重要性了 接下來幾天 我都是砍木材為主 因為要把這個村莊圍起來 需要很多很多的圍欄 開始的時候 我先把一些小路徑的出口給圍起來 然後我也把村裡面一些雜樹給清理掉 以防到時候我們村裡會出現突破口 每一天每一夜的努力 都讓我建立了更多更多的圍牆 同時我也很努力去尋找 村裡面殭屍的突破口 只要殭屍一跑進來 我就直接跟他戰鬥到底 後來我跟他加進了圍欄的高度 同時也去產平一些草地 方便我們以後有更好的防守 在這漫長的9天 我終於完成了這巨大的工程 雖然現在並不是很完善 但是已經能幫我們減少很多殭屍入侵的數量了 沒有想到在這一天 我們同時遇到了雪月 也就是說今晚的殭屍將會有非常非常多 太誇張了 這怎麼辦啊 為什麼這裡面會有殭屍 這樣看我們的圍欄還是有一點小漏洞的 以你們所見 肝和殭屍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雖然說在我們村裡面有時候會有幾隻漏網之魚 但是我們裡面的世界總比外面安靜的多了 在今晚我並沒有打算理那些殭屍 於是我就休閒的挖一下紅蘿蔔 種一些馬鈴薯 為了一下這幾天勤奮的自己 早安我的朋友們 由於昨晚來的殭屍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們今天必須要清除它們 於是我就找了一個平地 然後在那邊建了一個陷阱 我嘗試把所有的殭屍都引進來 你們看那個畫面實在是太壯觀了 由於昨晚的殭屍數量蠻多的 等他們都跌進去那個坑以後 天色已經開始完了 於是我就急速跑回家了 解決完基礎防禦的問題 我覺得我應該開始優化一下自己的生活了 我就開始清理村裡面的一些奇異怪狀的地形 然後再鋪上大自然的草地 讓周圍看起來可以更加的綠化 後面我還建了一個農場 我一共把它分類為幾格 看起來還不錯吧 我從農場那邊也挖了一個小通道 方便我去引導一些動物回家 過後我還用我的大腸腿 吸引了一些牛 一些豬 還有那群可惡的羊 哇你們看一下這個情景 有沒有感覺比較溫馨呢 哈哈兄弟們 接下來我們要去幹大事了 是時候去我們村下面的洞穴冒險了 出發之前我把沒有用的東西都放在儲物櫃裡面 走到洞穴門口我已經能聽到下面的回音 非常的恐怖 最後我在裡面的小洞口 看到了一束光 我打開一看以後 原來這個洞穴非常非常的大 這也證明了下面一定會有很多的寶石 當然也是會有很多的殭屍啦 清理完一些殭屍以後 我就開始挖起鐵礦 還有一些煤炭 在夜晚的時候 我知道下面有非常多的殭屍在等著我 所以我就從上面倒了一桶岩漿下去 希望可以把它們燒死 然後隔天早上 我看到一個非常神奇的情景 他們幹嘛他們幹嘛 哇哇哇哇哇哇 什麼衛生什麼衛生 這裡是 啊 哇哇哇哇哇哇 太好笑了吧這個場景 殭屍都死得七七八八以後 我就開始往下挖 然後我也開始我的挖礦之女了 挖到很深處的時候 我終於挖到了鑽石了 然後在地下洞我也看到很神奇的情景 竟然是這麼深的地下會長著一棵大樹 然後你們看 我還發現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水晶洞 水晶洞裡面有各式各樣的寶石 真的是開心的不得了 我還順便挖了一點水晶 也許以後可以放在我的房子 幫我照亮一下附近的地區 意想不到的是 在這地底下不懂幾百米 竟然還有人在那邊居住 不過也許他住在這裡 比外面更加安全吧 臨走之前 我還放了一些蘋果給他 希望他不要二十吧 這幾天真的蠻累的 不過也挖到很多的寶石 終於我們就來到第三十天了 我弄了好幾個熔爐 因為這樣子可以讓我更快的 從我的礦石中提煉我需要的寶石 由於前幾天我很幸運挖到很多鑽石 我就給自己鍛造了一把鑽石鎬 一把鑽石的寶劍 還有這一整套的鑽石鎧甲 看起來是不是挺帥的 接下來我知道我需要去清理一下外面的殭屍了 畢竟我們也好幾天沒有回來了 然後我分別把殭屍誘惑過去我的陷阱那邊 讓他們泡上岩漿域 剩餘的一部分 我就使用我剛剛斷炸的鑽石劍了結他們 到了晚上 我發現我的圍欄外面還是聚集了很多的殭屍 我知道這樣下去並不是辦法 於是我就有個想法 明天開始我將會圍繞著我們的村莊 挖一個超大型的陷阱 OK 今天我們製造了一個鑽石鏟子以後 我就開始從外圍挖我的第一條大型通道 這條通道呢 主要是想讓殭屍靠近我們的時候自己會掉下去 這樣子就可以減少很多殭屍的數量了 經過晚上初步的測試 我開始看到了一點成效 但是我知道這遠遠不夠 因為殭屍只會一天比一天強 我必須要做一個雙重的防禦 於是我就在開始挖我的第二條通道 然後也是一樣的 我把整個高度建高起來 這樣子就會顯得有一個圍牆的效果 這幾天我基本是日夜趕工 晚上的時候我會減少我自己睡覺的時間 出來看一下殭屍有沒有突破我們的圍牆 哇超級多的 不是開玩笑 還好今天不是雪月 如果雪月的話這裡可能會滿起來喔 順便我也會請他們喝鹽漿 當建完兩條通道以後 為了再進一步改善我們的漏洞 我再度建立我們的第三條通道 這樣一來我們就有三重的保護了 呼 竹竹施工了五天時間 我們終於建好我們的圍牆跟陷阱通道了 以你們所看到的 這裡就是第一條通道 第二條通道 還有第三條通道 當然也少不了村莊後部分範圍的通道 這條通道將會連接去我們正面範圍的通道 說起來是不是有點像一個簡易的迷宮了 我們今晚剛好遇到雪月 這個時刻非常的重要 我們這麼多天的努力就看這次 來了來了他們全部都來了 有沒有看到這裡 這邊的殭屍也是堆滿滿的各位 等待了一晚上以後 給你們看一下這震撼的場景 哇你們看一下伊神碗聚集下來的殭屍 有沒有看到 太誇張了各位 Oh my god 沒關係 多喝熱水多喝熱水 這一把火把他們全燒掉的感覺 真爽 我知道這過多兩天 殭屍病毒將會再次變異 所以我必須要出去找更多的岩漿 增強我們的通道陷阱 於是出發之前我製造了很多個鐵桶 然後我就開始踏入我兩天一夜的冒險旅程了 跨過千山萬水 我在路途中也遇到很多的殭屍 直到隔天的中午 我才找到一個岩漿池 裝了大概20多桶的岩漿以後 才開始起乘回家 回到家以後 我分別把岩漿倒入不同的位置 因為我知道如果要倒滿整條通道 需要更多更多的岩漿 而我們的資源目前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在沒有岩漿的位置 我倒入了水 畢竟使用水也可以限制殭屍的移動速度 第40天終於來了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碗的月亮也是雪月 所以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殭屍 我基本在我的陷阱通道上面守了一碗 但是我也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我的陷阱是成功的 過來全部過來你們是麻痹 OK兄弟們 既然我們現在已經解決了基礎防禦的問題 所以接下來我就想出去冒險一下 在冒險的期間我也打算去收集一點黑曜石 方便我們以後可以再度增強我們的防守能力 當然我還要去收集圖書跟附魔書 以便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強化裝備 出發之前我弄了一把全新的雙刃劍 還有我用鑽石合成了一個鑽石的盾牌 這一波簡直是大幅度的提升了我們的戰鬥能力 作為糧食我帶上了一點烤馬鈴薯還有烤豬肉 然後就開始踏上我的旅程了 在冒險的途中每當我遇到岩漿池 我都會將它撲滅讓它成為黑曜石 因為收集越多黑曜石對我們以後來說就越好 現在的晚上如果我遇到殭屍 我基本是直接跟它幹架 因為我的雙刃劍真的很牛逼 直到有一天我煮上了沙漠 我可以跟大家說那裡真的很恐怖 在晚上的時候四周圍都是迷雾 你基本不能看得清附近到底有什麼東西 而且同樣的沙漠區的殭屍非常的多 如果不是到早上的話我基本不會選擇在沙漠區裡面打架 其實有時候發現這個世界的風景也蠻漂亮的 你們看一下在這個這麼高的懸崖上面 竟然有一棵櫻花樹 你們看一下下面是一個懸崖來的 我看一下覺得腿都軟了吧 直到這一晚我又發現了一個村莊 可是當我走過去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村莊正在被殭屍突襲 所以我就幫助當地的村民守了一整晚的村莊 我發現村莊裡面還有我很需要的圖書 所以我就很禮貌地去問村長 可不可以給我帶點書回家 村莊你好 我昨天幫你守下了這個村莊 請問你可以給我拿走一點書嗎 我沒有聽錯他一定有答應我 又在之後的晚上我發現了沙漠村莊 可是這個沙漠村莊裡面除了有殭屍 還有很多紅眼睛的黑狼 幸運處時非常的可怕 後來我把部分的殭屍們都引去高空的位置 然後當然是要請他們喝岩漿啦 不過隔天我發現這個沙漠村莊的村民早就已經被感染了 所以我只好給他們個痛快 離開之前我也將村莊裡面的圖書都帶走 這樣子應該夠我們弄一個附魔台了吧 後來有一天當我尋找回家的路的時候 我突然間聽到一些怪聲 滿懷好奇的我就開始探索這個區域 沒想到在山裡面竟然存著一個古老神殿 而且我能確認的就是下面有很多很多的骷髏弓箭手 為了減少一點怪物的數量 我先倒了一桶岩漿下去 然後我就開始小心翼翼的往下挖 後來我發現了一個來自敏界的生怪箱 或許這些骷髏弓箭手就是從這裡出來的 最終把它打爆以後 我終於安全了 而在這個神殿裡面也蠻多寶箱的 我收集到紫色符文 一些唱片 還有一個鑽石馬鞍 看起來好像都蠻不錯的 然後我繼續往下面挖下去 把地底下的四個寶藏也拿走 裡面也是有紫色符文 一本附魔書 還有一塊鑽石 我還在神殿的底部發現了一些炸藥 我就順便把它挖走 這樣我們回家以後就可以炸殭屍啦 隔天早上我準備回去之前 我知道我必須要想辦法 讓這些殭屍先掉進來這個坑裡面 然後等他們都掉進這個坑以後 我就很禮貌的請他們喝熱水了 後來為了確保安全 我等到熱出以後 才開始起沉回家 不得不說 回到家的感覺 真是很溫暖 人再度看見我家裡面可愛的動物 那份心情 真的很開心 接下來的日子 我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挑戰成功 我知道殭屍會變得越來越強 但 我還是堅信一個道理 只要我們對自己有希望 眼前的黑暗 但終究還是會離我們而去的